我要先承認 我其實平常沒有什麼時間去看籃球 各種Hawar居然來了 連我這種外行人我都知道魔獸Hawar 要來台灣我就很興奮 各種我當時一直覺得奇怪 台灣呢 你在打這種時間 它的棋質應該差很多吧 這種水準差很多 他怎麼會來 可是聽你講我才知道 原來台灣的籃台已經開始脫胎換骨了 原來我們在台灣的籃台 已經很多這種200多公分的長人 而且我們找了很多東歐 東歐其實很會打籃球 各位 這些巨漢都已經等於說 填補我們的這個所謂的藍潭的 這種中鋒了 對 確實寶傑跟沒有說 你看去年可以說是藍潭戰國元年 因為去年有兩個聯盟 而且光這個P加聯盟 去年真的是人氣非常的旺 總冠軍賽兩場比賽 你知道票房收入多少嗎 1400萬 你要說其實去看球的人很多 為什麼會很多 就是因為剛剛寶傑可以提到 你看喔 這是去年P加聯盟 三大長人都是220公分以上 包含這個馬爾他巨獸德古拉 230公分 我們現在打籃球230公分 所以你說這個要怎麼打 再來這個是新竹建口工程師的新包 226公分 如果你有去竹北體育館的話 他有一個實體1比1的牆 他又把他的避閃給打開 他的避閃打開226公分 大家會去跟他合照 你知道嗎 因為我手打開跟他差很多啊 我都想去擺了 對 所以這個東西 你看226公分 再來還有領航員221公分 這個也是來自塞爾維亞的中鋒 所以你看200多公分場員在台灣的籃球 你是看得到他們在場上較勁的 可是我好奇是 他們個子是夠高 可是會打嗎 他們都還蠻靈活的 當然除了辛巴拉 他頓位比較重 速度比較慢 但是你說包含德古拉 包含這個被索圍棋 其實他們在籃底下 進區活動的對抗性都還是有的 但是當然今年德古拉轉隊了 他轉到了T1聯盟的台岡獵衣 那台岡獵衣當然也有其他的好手啊 包含上是白色巨塔 這高雄海神的這個庫薩斯也有217公分 那本土球員不夠看嗎 沒有 其實在台中太陽隊 本土球員最高205公分 也很高了吧 但是在今年來說 他的汗操不錯耶 汗操很好 松山高中畢業的 也是很有名的 也是松山高中的 也是名校畢業的 但是在今年對他來說壓力可大了 在進區沒那麼好混 為什麼 因為哈威爾要來了 哈威爾要來了 哈威爾這天要來台灣這次 從昨天上到今天 你看他的身材 這個為什麼叫做魔獸啊 就是因為體格真的很好啊 而且你看 包含練球也好 重訓也好 其實他都對自己 非常嚴格的要求 那大家都想說 我從昨天就聽說 哈威爾要來 到底什麼時候來 明天晚上10點45分 透過轉機從仁川 飛往台灣 落地在桃園機場 明天晚上就到台灣了 明天晚上10點45分 所以到時候 這個桃園機場 可能很多人去接機 大家會非常的期待 但是人還沒來 票全部都被賣光了 你說他的場次 票賣光了 主場還沒開賣 但客廠 包含你要去台中打 你要去台南打 今天票已經全部都賣光了 只要是豪爾就賣光了 只要豪爾 但主場的票 要到明天中午才開始開賣 而且今年球團 操作非常的成功 去年桃園雲豹隊 他的主場在哪裡 在中原大學的體育館 只能容納一千兩百人 今年移到國體大的漢堡館 可以容納一萬五千人 所以明天這個票 等他一萬五千人可以填滿嗎 可以填滿 所以你說 他的年薪可能會破百萬美元 但是問題我今年償款更大 能夠賣的票更多 所以當然這個 這個錢的部分就有可能拿回來 那為什麼豪爾會這麼厲害 來寶傑哥 這東西你的專長了 他的重訓菜單公佈了 他一個禮拜 他有四天在重訓 禮拜一 而且他是分部位 我們看到 禮拜一胸部跟三頭肌 禮拜二我們變腿 禮拜三休息一天 禮拜四再來 肩膀二頭肌背部 禮拜五心理層面 心理素質也要加強 禮拜六禮拜天 因為重訓都是無氧吧 所以週末的部分 做一些有氧運動 胸肩背 然後腿 他是分開變三天來練 對沒錯 但我們再細看 其實胸部三頭肌這個部分 當然你說 啞鈴飛鳥這個東西很常見 對不對 然後再來臥推 五組 十次臥推 你知道臥推他可以做多少 多少 他可以做到165公斤啊 好可怕 所以 你是十次臥推 十次臥推 而且十次臥推是要做五組 什麼意思 你要做五十次 所以你說這個重量 為什麼他的體格 為什麼他對抗性能夠那麼強 對 就是從重訓來的 再來 你說做腿 看到什麼 波比跳 波比跳 三組十五次 對 波比跳 這個東西 如果你要做標準 其實不是這麼容易 因為波比跳 他包含身上很多核心的部位 包含哪裡 他剛開始 他要先從一個深蹲的動作開始 那你腿部肌肉就會加強 對 再來 你下來之後 你要撐著往後跳 這個部分你撐著 你要測的是你腹部的核心 再來 你還要做一個伏地挺身 站起來再往上跳 連續 連續 這很累耶 十五次 我做一個都快不行了 這為了節目來做一個 你要做十五次 而且還不是一組 要做三組 所以你就知道 他的體能的狀況 是這樣練出來的 所以你就知道 這NBA頂尖球星 真的是不容易 所以來到台灣 我做一次波比跳 我也覺得很累耶 結果 搞得不好 他這樣做十五次 十五次 而且動作要標準 你知道嗎 腿你的核心 都能夠練到嘛 所以NBA頂尖球星 真的不是蓋的 Howard明天來 當然主場票的部分 明天也要開賣 所以這個勢必 會掀起一些效應 會值得來關注 那當然在台灣來講 除了Howard之外 國內也有很多好手啊 是一些 我真的耳目一新 我本來 我沒有注意到 可是我沒有想 剛剛講的 現在的藍壇 台灣的藍壇 有那種換人心的感覺 對 沒錯 而且現在是 新舊世代 都有才人背出 我們現在看到這一個 其實他是很年輕的球員 高國豪 他過去是同樣 松山高中 我都記得他 對 從過去最強高中生 到現在 他薪水多少 5年 3500萬的頂級合約啊 所以在這個 當時簽下這個合約的時候 大家都想說 我們台灣有這個市場 可以給到 這麼高的一個薪水嗎 但是他利用這兩年 慢慢打出自己的身價 第一年拿到新的網 第二年 去年還帶著球隊 打進了總冠軍賽 那總冠軍賽 你不得不提 林志捷 這有印象了吧 野獸 他還在打 還在 今年40歲了 剛過生日 那去年 他也帶著 台北富方勇士隊 創下了二連霸的這個成績 所以當然今年 他說還有兩年合約 我不要當教練 我要繼續打 我還可以打 希望能夠繼續帶隊 創下三連霸 四連霸 所以在今年 你說老的 黃金世代 你說包含還有誰 曾文鼎啦 楊敬明啦 還有林志捷啦 這些都在球場上 知道 像我這種平常不太看籃球的 我現在都開始興奮起來 沒想到 後來就想說 你這樣子會不會如入無人之地 沒有 他們跟我講不會 因為台灣現在 也是精英背出 台灣現在也是好手伶俐 好手伶俐裡面有一個是 我還記得 他在打松山的這個高中 拿下了這個冠軍的時候 我還注意 當時還有做他一個專題 結果現在 他長大了 五年拿3500萬了 對高國華其實真的是很厲害 因為剛剛打球他身高變不高 他一百七十幾公分 對他不太高 這他最大的短板 如果他能多展高 十幾公分 甚至是二十公分的話 我認為他是有可能 到更高級別的連殺去打球的 可是問題是你仔細看高國華打球 高國華打球他的優點就是 他其實打球是很有靈性的 他是就是說 靈性 靈性他就是智商很高 然後他對於整個場上人的走位 其實看得非常非常清楚的 然後對於傳球的路線判斷也是很準確的 那高國華真的台灣 坦白講 台灣是要呵護他 那高國華最大的差別是什麼 他一段時間在美國打球 他在美國念書的時候在美國打球 所以他並不忌諱於身體的碰撞 過去台灣很多選手 對於身體碰撞是很忌諱的 通通哎呀犯規犯規 可是高國華打中 你講的是強力籃球 對 打中美式籃球 美式球風 他也不忌諱身體的碰撞 跟我講完這邊後 大家會想知道說 那跟高國華年紀差不多的 美國NBA怪物 五年可以拿多少錢呢 2.31億美金 這個是Zion Williams我給大家看 這個Zion Williams 其實現在20歲21歲 我大概沒有記憶記憶 他在NBA打三年而已 可是這個Zion Williams很有趣 他身高不高198公分而已 我們給大家看一些他灌籃的畫面 他大概198公分而已 可是體重都這種超胖 129公斤 全聯盟前五胖的 可是你看他最讓人家覺得最誇張的 是你看他這麼胖 可是他飛起來這個高度 高成這個樣子 他是有人說那種飛天胖虎 什麼東西 問題是因為他打球 太具有震撼力了 高中就很有名 進到NBA的時候 原本覺得說 NBA有體能怪物嘛 他應該會吃別對不對 結果沒有 他2020年到2021年數據 27分 場軍都得分27分 不多對不對 可是命中率61.6% 連張博倫都拿不到這個數據 為什麼 因為他的身體數字太好 他不高對不對 彈跳速度太快 身體太厚 所以他所有得分都在籃下 你灌籃不可能會沒有得分對不對 所以他現在是NBA 現在最為期待的怪物之一 而且很有趣的事情是 幫我帶回來看 他在大學的時候 他那時候念北卡 他有一次 他也是北卡的 他北卡 他有一次打籃球的時候 因為Nike贊助他的球鞋 不小心在切落的時候 把Nike球鞋穿破了 他的力道大到籃球鞋破掉 重點你知道破掉發生什麼事 Nike股價增發345億台幣 他從你看到9點的時候 10分鐘掉下來 Nike股價增發快400億台幣 這麼不經穿 對 爛斜 這都誇張 然後這個是一個 未來非常非常期待的東西 另外你看 你看他這種體重 這種灌籃方式 真的是很不科學 你看這種體重 這種灌籃方式非常不科學 另外給大家看也很不科學 叫加瑪琳 加瑪琳也很有趣 我看他打球的時候 真的覺得非常非常暴力 你看到他是怎麼蓋火鍋的 兩隻手在蓋火鍋 你看到喔 他飛那麼高 這個畫面我給大家看 他其實只有188公分 跟一般人沒有高度 一般蓋火鍋都單手蓋 他跳起來的時候 這個畫面打破我們重複放 我跟大家講 他188公分只有79公斤 剛好跟剛剛彈的那個 Zan Williams是相反的人 不高瘦 可是彈速超級快 所以你看到 他平常蓋火鍋可以有自信到 因為我單手伸起來一定比較高 對 雙手一定沒那麼高 他一看我就知道 你丟起來 我雙手可以把你摘下來 然後急著看這畫面 他摘下來的時候 他頭還撞到籃板 真的嗎 頭撞到籃板 然後差點腦震在下 真的耶 對 這真的很誇張 所以ESPN 對他太有興趣了 說這怪物到底哪裡來的 怎麼那麼離譜 後來去研究 他的垂直彈調是44英吋 44英吋什麼概念 NBA後衛平均彈調是36英吋 比NBA後衛平均多8英吋 然後呢 一般來說 你要這種起跳速度 蓋火鍋還是什麼 你彈的彈速要快對不對 他的彈速起跳速度 逼近奧運跳遠選手的彈速 奧運跳遠選手的彈速是21英里 他是20.3英里 那是非常非常怪物的 NBA你以前講過 那時候天選之人 都是怪物的集合 他是怪物中的怪物 所以這個東西 John Morin 現在大家也非常非常期待 他現在被講說是哨子 灰熊哨子 另外一個更誇張 他叫雲班野馬 雲班野馬 先不要看他打球 中的倒木 待會兒來看 他才18歲而已 他現在還在法國打甲級聯賽 明年 預定了NBA的選手狀元 NBA為了炒了他 現在用NBA官網直播 發甲的聯賽 就是要播他的 你看他的手臂 這個他的高 長度跟手臂 他的靜態顛覆是什麼概念呢 他的身高是224公分 臂展是244公分 沒有比較沒有傷害 台灣最熟悉的人叫做 叫做姚明對不對 姚明身高226 比他高2公分對不對 可是姚明是什麼 我們大家細稱姚明是什麼 是那個暴龍 他手很短 姚明的手只有220公分 他的手是244公分 什麼概念 他手舉起來 就比姚明多10來公分 你看喔 剛剛不是有一大堆什麼 什麼 什麼來台灣打球的 這個洋將 臂展都210幾對不對 他的臂展是240幾 然後他身高跟姚明一樣高 最好他才18歲 他會長高 然後你看喔 他17歲的時候 19歲大概2歲 跟小朋友沒兩樣 他現在是全NBA最 你可以說期待 你可以說懼怕進來的人選 為什麼 因為 拉布朗借姆說 這個人根本就是外星人 為什麼我們 不過他打球動作 他怎麼樣 有那麼高的身高對不對 運球流燦 轉身傳球 三分球 樣樣都可以 個子高還可以投球 個子高又靈活 所以說 然後呢 他的協調性 喜好無比 這是一件事 另外一件事 Stick Curry說 你這個是什麼 是NBA2K23 就是 NBA2K23是打NBA的遊戲 他說 我可以設定的是 電動裡面的人物 然後呢 Onier很有趣喔 Onier呢 他的兒子要去對到他 他問他爸說 遇到這種人 要怎麼處理 他說 你也說 不好意思我沒遇過 我遇過最強是姚明 他比姚明還強 搞不定 搞不定 所以其實很有趣 我們都講籃球 十年會是一個黃金世代 那時候Michael Jordan 跟Barclay 然後Richard Miller 那是個黃金世代 後來下個黃金世代什麼 是Coby Bryant的黃金世代 再來黃金世代 跑到什麼東西 跑到我們講的03T LeBron James 韋德 黃金世代 現在這個黃金世代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 此時此刻 就是NBA的黃金世代